这是我去年发布的一个作品 你还记得我当时开篇的第一句话吗 这也许是2022年你听过的最离奇诡异的事 没错 接下来你看到的 很有可能就是2023年最离奇诡异的事 而且他完整揭秘了去年那条视频背后的惊人真相 视频中的男子叫丹妮斯 是国外小有名气的探险博主 他在看完2022年的那条视频后 发现自己离视频的拍摄地黑压阵很近 于是他决定前往黑压阵一探就近 起初他只是想借助视频的热度蹭波流量 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 因为作为探险博主的他 知道此类视频大多都是人为创作和摆拍的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自以为是个认知 很快就打了他的脸 车开得很快 但原本不算很远的路程 丹妮斯却开了很久 终于在穿过一团雇气之后 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标识盘 上面写着欢迎来到黑压阵 一个祥和宁静的小镇 时间于877年 继续往前走是一片茂密的树林 又开了很久 路边终于出现了一些房屋 但貌似已经荒废了很久 丹妮斯沿着公路继续往前 突然发现路边有很多遗弃的棺木 紧接着就是成片成片的墓地 但奇怪的是很多墓都是空的 出了路牌七拐八拐后 他看到了一片很开阔的草场 刚才墓地带来的压抑感 中间一扫阿公 继续往前走 他终于发现了一些可以正常居住的房屋 可能是太久没有见过活人了 丹妮斯停下车直接向房屋走去 然而刚敲了一下门 门就自己开了 丹妮斯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大声去问屋里是否有 喊了几声屋内没有丝毫动静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他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 便直接向屋内走去 来到餐厅发现凳子倒了一地 水龙头也是开着的 关掉之后发现院子里也有点怪怪的 丹妮斯又去其他房间查看了一下 每个房间都保持着生活的原貌 似乎上一秒这里还有人待过 丹妮斯被屋内诡异的气氛整了有点害怕 他急忙上车离开了这栋房子 往前走了没多久 他又看到了一户人家 这里草坪归整房屋整洁 丹妮斯觉得这家肯定有人 但来到门前敲了很久 屋内人是死一半的寂静 他从后院来到拉楼阳台 发现阳台的门是开着的 便直接进了屋 屋内十分整洁 生活痕迹明显 人就好像瞬间蒸发了一样 来到走廊 丹妮斯突然听到袖间有响声 他激动坏了 但是走进之后 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除了越来越大的水流声 他怎么喊里面都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他找到开关打开了灯 撞着桶直接拉开了玉帘 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 随后他来到了其他房间 熟悉的场景几乎让他崩溃了 他关掉相机急忙回到车上往回走 边开边语无隆次的描述着 刚才诡异的现象 穿过墓地顺着来时的路 他越开越快 因为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然而没走多远 怪事却再次发生了 圆猛通向大陆的岔口 既然不见了 滚完处竟然多了一块红色的路牌 上面写着这里是路的尽头 丹妮斯以为导航出错了 便急忙往后倒车想掉头 然而刚到了没几米 车子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 他急忙下车去查看 回头的一瞬间 他整个人都麻了 后面的路竟然也消失了 而且出现了跟前面一模一样的路牌 他实在无法想象眼前发生的一切 但还好现在是排天 虽然内心很惶恐 但他还是马上冷静了下来 他放下相机开始打电话求救 奇怪的是电话往往来拨通 但对面却死活听不到他的声音 收起电话后他突然发现 树林里面似乎还有一条路 他拿起相机便急忙向树林里走去 没走到里果然出现了一条路 而且这里似乎才是他刚才过来的路 丹妮斯急忙回去准备将车开过来 但恐怖的是 等他穿过树林 回到刚才被控的地方 却发现路牌和车 既然都消失了 这里似乎又变成了另外一条路 此时的丹妮斯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犹如梦境 他习惯了 开始无助的大叫起来 但声音很快被这诡异的气氛通事的一干二净 丹妮斯只能尝试着顺着马路往前走 但走了很久 他发现这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有些路上偶尔能看到一些死去的鸟 但看到这些鸟之后 丹妮斯动感后被发凉 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问题 包括一只蝴蝶甚至是一只蚂蚁 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有些焦虑地坐在路边 他说这里看似是现实世界 但却一点都不真实 就像一个没有开发完的虚拟世界 但空气还有阳光草木的味道是真实的 无奈之下他只能继续往前走 他唯一想祈祷的就是希望这里永远都是白天 因为一旦进入了黑夜 他就会不自觉地想到那些空空如也的墓地 然而天不遂人愿 天子还是生硬地暗了下来 这里的夜黑得特别彻底 没有光源也没有星空 无尽的天下似乎可以通射武器 丹尼斯就像游荡在地狱的鬼一样 他只能借着相机的灯光无助地向前走着 然而没走多远 他就发现了让他捕捉到窒息的话 丹尼斯往前走了没多远 就发现了白天看到的小镇路牌 但他已经倒在了地上 上面还多了两个血手鹰 在路牌的不远处 他竟然还发现了警员科尔的警服 看过去年那条视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科尔就是当时出警的警员 丹尼斯沿着公路又往前走了没多远 路边突然出现了一栋房子 但他看了很久也不敢进去 因为这栋房子白天他完全没有见过 这条路虽然是白天进入小镇的路 但周围的景象在天黑之后完全发生了改变 丹尼斯对着房子喊了几声 但周围仍然是一片死地 最后因为他又饥又渴 还是壮着胆子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内的摆设依然是井然有序 一整不染 他在冰箱里找到的食物和水 既然都还没有过期 丹尼斯在屋内收集了一些能用的东西 然后直接上了二楼 二楼所有房间的门竟然都开着 卧室里拖鞋就随意的摆在床边 就好像主人刚刚才上床一样 另一个卧室的闹钟 不知为何一直定格在凌晨三年 就在这时 丹尼斯突然听到院内有响声 他急忙冲下楼来到了院子里 刚出来就听到了树枝被折断的声音 他吓坏了直到又回到了屋里 此时丹尼斯的精神和肉体 都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他脑破头也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以前发生的一切又该如何去解释 想着想着他就倒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 突然院内又传来了奇怪的敲击声 丹尼斯起声再次来到了院内 敲击声越来越清晰 顺着声音他看到了一栋白色的房子 此时的丹尼斯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不管对方是人是鬼 他都要去看医院 因为整整一天一夜 他没有看到一个能动的东西 哪怕是鬼 他慢慢的向白房子靠近 敲击声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也停了下来 丹尼斯离房子越来越近 除了自己轻微的脚步声 周围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他对着房子喊了两声直接来到了门口 就在光线扫到门口的一瞬间 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他看到一个人紧接着墙面一动不动的站着 他愣了很久 然后弱弱的问了一句 然后对方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刚说到还有自己是 一颗弱弱的脑袋 追上在丹尼斯眼前 恐惧瞬间达到了起点 他火焰乱里的向身后跑去 直接冲到了屋里锁上了门 回到屋内他整个人彻底软了 身带和双腿都不听使唤的颤抖着 就这样他死死的盯着门 一直等到天完全亮了 他才敢推开门走出去 经过一夜的心惊胆战 眼前的阳光草木给了他鲜血的安慰 来到后院看到了昨晚的白色房子 丹尼斯根本不敢靠近 甚至都不敢多看他两眼 然后他再次来到了马路上 并关掉了相机 下一条视频来到了当天傍晚 丹尼斯无助的坐在马路中间 他说自己已经走了快整整一天了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 无论怎么走都像在原地画牢 他说这里的事 他甚至看到过一架直升飞机 他也试图研究过这里 他说这里除了没有活的东西 跟现实世界别无二致 他能听到缠鸣挖叫 但却看不到他们 就好像有人故意在播放给你听一样 说到这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然后拿着相机来到了树林里 镜头前出现了一顶帐篷 他靠近后喊了几声依旧没人 打开帐篷发现里面有一些凌乱的衣服 和一条死去的鱼 然后他在帐篷里还看到了一本书 上面有几页明显做了标记 书里面描述的超自然现象 跟他所处的环境几乎一样 书中还提到了一种身穿黑衣的神秘生物 他们是这个领域的萌徒 通过收集尸体进行祈祷和祭祀 然后利用一些媒介 如家具影像等进入物质世界 然后三波诅咒轻浪他人的身体 他觉得留下这些东西的 一定是和他一样的被控者 而且对方被控在这的时间一定比他长 因为对方已经通过书籍 在研究出去的方法了 而自己对这却一头雾水 丹妮斯就决定待在这 看能不能等到他回来 说完他再次关掉了相机 下一段视频来到了当天夜里 丹妮斯说他在这一直等到了深夜 正说着树林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丹妮斯惊恐的大叫起来 说我们都一样我不会伤害你的 刚说到这 一名男子突然就在那边前 但男子似乎并不在乎丹妮斯 自言自语地说着自己的遭遇 并告诉他这里应该是另一个维度 但他死活找不到传送门 然后绝望地说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离开这里 除非 说明男子还不想对准自己 毫不犹豫地看得强 丹妮斯再次陷入了绝望 因为他听懂了对方的意思 除非他们变成死人 要不永远都不可能离开这里 他无助地向树林外走去 没走几步他突然发现 前面似乎有个东西在动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小男孩荡着秋千 诡异地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嘴里喃喃地说道 丹妮斯刚想再问点什么 小男孩就突然不见了 地上只留下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你一旦看了录像 就永远都逃不掉 下一段视频 丹妮斯终于再次回到了马路上 他没有目的地继续往前走着 又走了很久 路边既然凭空出现了一扇蒙 这扇蒙就好像为他准备的 一直在这等着他 丹妮斯看了很久都不敢靠近 但是他突然想到了 之前自杀男子口中的传送门 于是便试探性地靠了过去 就在他快要接近时 门那边竟然传来了敲门声 他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直接打开了门 就在打开的一瞬间 他竟然出现在了一个卧室里 这里第一眼看上去有点眼熟 他没多想直接推开门走出了卧室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然而打开门之后 眼前出现的画面让丹妮斯再次彻底傻掉 卧室对面的门上贴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梅根的房间 丹妮斯十分确定 这就是202年那条视频中和科阿一起消失的房子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期望来到了一楼 当他打开一楼通向外面的房门时 竟然再次回到了一楼 丹妮斯镇定下来后 想到了荡秋仙小孩说的话 想牛砖祖祖就要将路相带 从原来的地方拿走 也许他必须尽快逃出这里 找到他被祖祖的录像 终于在打开一楼的侧门后 丹妮斯再次回到了黑牙镇 但没走几步他就看到路边的树上 到处都贴着雄人启示 有去年视频中报警的丹妮雅 还有失踪的警员科 当然还有他自己 丹妮斯虽然早已料到 但看到自己后还是无法接受 他送入了私下雄人启示 并大叫着我没有失踪 这是旁边突然出现了说话声 他刚转头就看到了丹妮雅 丹妮雅表情僵硬 似乎今生早已被击溃 然后嘴里不停地说着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出去 与此同时树林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们 突然一声枪声 丹妮雅也消失在了黑夜里 丹妮斯吓坏了 在树林里不停地乱窜着 慌乱中他竟然跑到了墓地里 这里是夜晚他最不敢靠近的地方 他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刚起身就发现眼前出现了一栋房子 比起墓地 丹妮斯犹豫了一下 还是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里似乎是守木人居住的地方 房间里到处都是绣扇墓地用的工具 丹妮斯来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 拿起了地上的一把铁枪 瑟瑟发抖地躲在了角落里 过了一会 房梦外突然传来了说话声 紧接着房梦就被缓缓地推开了 一个嘶哑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对方说自己是守木人 几年前他在这里的地下室 无意间发现了一盘录像带 看完后他就像中了鞋似的 毫不犹豫地就自身 我就说这里就是录像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他死后镇上的年轻人偷走了录像带 然后开始四处传播 最后小镇上的人都死了 诅咒无锈无止 没有人能逃脱 说到这守木人突然失去了控制 转过声直接扑向了丹尼斯 丹尼斯掌声逃出了房间 并向地下室跑去 通过这几天的经历 他能感觉到小镇居民的身体酸已经被侵占 但偶尔能恢复一些意识 引导他去找录像带 然后破除诅咒 他在地下室翻找了一圈后 终于在墙角找到了录像带 他信奉地拿起录像带 从地下室一侧的窗户爬到了地面 俩的刚上来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定的一人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丹尼斯掌声就向路边跑去 刚来到马路上 一辆汽车直接站到路边的路边 相机也被甩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从车上下来了三名男子 他们惊讶地看着被撞倒的丹尼斯 其中一人掏出手机刚准备报警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报警的男子应声倒地 录像到此结束 看过去年那条视频的小伙伴 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这里的结尾完美地衔接了 去年视频中第一盘录像的内容 三个准备去拍摄超级风暴的男子 行驶至此刚好撞到了 从路边逃出来的丹尼斯 然后追过来的黑人 直接打死了准备报警的人 到这这个故事就形成了一个壁画 不过你没有太理解也没有关系 因为恐怖素材一共有三部 去年解说的是第一部 今天这个是第三部 等做完第二部以后 再针对恐怖素材完整宇宙设定 做一个全面解析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 导演的一些脑洞和巧思 比如拍摄者以记录的方式 拍下了所发生的一切 但当回放这些录像时 他们又成了空在录像里的人 然后录像中的世界 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个空间的封界点就在黑压镇 不管成不成立 这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巧思 不过单说这一步的话 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当你开着车听着音乐 穿过一团雾气 拐进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小镇 但你走进之后 却发现这里竟然空无一人 而你却能真切地感觉到 就在你来到这的前一秒 大家都还在井然有序地生活着 这种诡异到让你窒息的氛围 刚开始说不上有多恐惧 但它会马上勾起你强烈的窥视域 当你窥视完每一栋房屋 准备离开时 你会突然发现 你将永远都无法走出这里 那种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的恐惧和绝望 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拿它跟知名录像带比 导演肯定是深受知名录像带的启发 但这丝毫没有掩盖它的能力 知名录像带现在已经成为 伪纪录片类型里的现象级IP 它往上去探索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它有更充沛的预算和更高的创作自由度 很多优秀的恐怖片导演都愿意下场试一下 这也奠定了它日后还能继续出爆品的基础 如果你觉得它拍的一年不如一年 这里面有可能也不全是它的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电影审美和对伪纪录片的认知在不断提高 所以这个系列还是值得我们一直去关注的 我真心的希望它能保证一年一更 不过恐怖素材的导演也是有野心的 一周前他又开发出了一个新的直线 叫恐怖计划 影片的整体架构继续保持了致命录像带早期的风格 不过有意思的是导演将影片中故事的传播戒指 从录像带换成了DVD光盘 资源已经出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最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感谢每一个能看到这的你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 最近其实上了不少质量还可以的新片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下期可能会出一个新的系列 期待与大家的早日相见 我是皮肤 我们下期见